戴宗坊 凡是去过泰山的人都知道,登泰山的起点是戴宗坊,相传,当年陛霞援军为了独占泰山,用各种方法战胜了对手,终于占了这块宝地,成了一山之主。 虽然这样,陛霞援军并不感到满足,他依仗自己的父亲玉皇大帝的权势,不断将管辖范围向四周扩张,这引起了各方神仙的不满和愤慨。 大家纷纷到掌管封神大权的姜子牙那里去告状,姜子牙也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讨个公道,这天,姜子牙带着封神榜来到泰山,给陛下援军划定管辖范围,从泰山极顶算起,四周各关五十里,陛下援军嫌管的地面小,当场就和姜子牙哭闹起来。 姜子牙不好当场发火,好言劝道,援军,你若嫌地面小,咱们可以再做商量吗? 怎么善良发?陛下援军问,姜子牙成竹在胸,不慌不忙地说,你可找件东西来,往山下扔,东西落到哪里,你就管到哪里,你看行不行? 陛下援军心想,就凭我的本领和戾气,扔个百八十里没有问题,便答应说,好,就这样,不过,咱可要说话算数,谁也不许抵赖呀。 一言为定,绝不反悔,姜子牙一本正经,十分认真地说。 陛下援军攻腰捡起块碗口大的石块,抬手就要往下扔,姜子牙急忙拦住,说,满,石头遍地都是,你把它扔下山去怎么找得到? 就算找到了,别的神仙们不承认也不好办呐,依我看,你还是扔见别人都没有的东西最好。 陛下援军听了,也觉得这话有理,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东西,喃喃自愈道,那我扔什么东西好呢? 姜子牙曼吞吞地提示道,依我看,你穿的这绣花鞋别人都没有,就扔它吧,这样,既好找,别人也不敢不认账。 陛下援军听了,心中高兴,对,我把一只绣花鞋扔下山,一只拿在手中,谁敢不认账。 于是便脱下一只绣鞋,用尽全身力气朝山下扔去。 随后,姜子牙和陛下援军一起来到现在戴宗坊这个地方,找到了扔下的那只绣鞋。 只见那只绣鞋斜头朝下插在地上,形似一座小小的访门。 他们一算里程,从这地方到极顶,只不过二十来里。 这时,陛下援军知道中了姜子牙的计,但又不好反悔,只好默认了。 后来,人们便在这里建起了一座访门,取名戴宗访,成了登泰山的起点。 明镇。 明镇。